大家好我是阿天 我是一個很喜歡收集攻略書的人喔 這個這兩本的話 好像是直接在日本買的有點忘記了 那定價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還蠻划算的齁 當時的 哇這個 這樣看得出來是幾年出版的嗎 日幣1300 但是我記得好像 好像是0.3左右 現在日幣已經很便宜了 為什麼喜歡買攻略書呢 沒有錯 當時那個年代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大便書 不是說書不好啦 是說這個上廁所的時候呢 看看書還是不錯的 那我自己是沒有很認真保存啦 雖然說都沒有折到 不過呢 這個書頁呢已經泛黃了 不知道這兩本書在網路上還買不買得到喔 然後他攻略書寫的真的很齊全喔 那這一本是艾莉 艾莉就是二代的主角嘛 那除了每一個時間點的事件啊 然後調和的道具之外呢 當然也有介紹角色 那正好看到這邊我才想起來 這一個 中文叫做 伊賽爾還是艾賽爾呢 這一個就是五代主角的師父 五代主角就是維歐 也是蠻有趣的 瑪莉 艾莉 莉莉然後呢 艾莉的朋友 再來這一本就是莉莉的 中間就是莉莉然後左邊就是英格莉 也就是瑪莉跟艾莉的老師 右邊的是海美娜 OK看到這個地方 每一個道具的調和方式啊 還有說 素材啊 怎麼搭配啊 才能夠搭配出這個品質好的道具 在這邊寫的都非常的非常的詳細喔 所以呢這個攻略書也不是純粹就是廁所看而已 是真的對我 玩遊戲有幫助的 來看看書這邊寫齁 出版發行 哇 2001年8月8號 現在是幾年了 真的是 合年合約 真的是很久了 那回到遊戲 鏈金數字我真的覺得是一個很放置的遊戲 目前來說我把 所有的體力呢 都拿去打克龍 我打算先把研究都升到不能升再說 那不然的話呢就是挑戰 迷宮或是積分戰 因為呢積分戰後 我是想要先把一些關卡打到至少S 譬如說 這關就有S了 我來找一個沒有S的吧 像第三章的這個boss啊 我就還沒有打到S S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你看 這個是我最低階過關 就是勉強過關就是C 那我們來看b喔 如果是b的話呢 就多出一個道具 那你在刷積分戰的時候呢 這個道具就會多一點 然後呢 A 再來是S 再來是SS 有時候你在刷積分戰的時候呢 可以回去看看說你的這個積分戰的階級是多少 如果說 可以打到SS的話呢 那這樣子你的體力消耗當然就更有效率了 再來譬如說這一關我只有打到A而已 A的話呢 這個太陽花就是只有兩朵 那如果說我能夠打到SS的話呢 就是四朵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喔 如果說研究這邊都研究完的話呢 我就應該會去挑戰塔了吧 因為呢通關這些塔呢 就可以獲得這個經驗值 經驗值影響是玩家級別 玩家級別上升 除了經歷的這個上限會增加之外呢 那個什麼調和的機率好像也會跟著增加 但是呢 要挑戰這些塔 要去買20萬的回歸秘藥 打完之後呢又要切回來 所以我覺得 相當的麻煩啊 因此現在啊這個遊戲我目前就是 把所有的體力都去刷克龍 然後呢先把研究全部都升滿再說 不然的話呢哇你看 升一級的話 喔 68萬是不是 哇68萬 10點體力才2萬吧 68萬是 340點體力 真的是 相當的花體力呀 所以我現在也沒什麼想法 就是打算先把研究升到不能升再說 好啦 這樣升一級之後呢 60幾萬又不見了 不過還好 這個體力的消費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簡單 只要通關之後呢 直接掃動就好了 然後呢 每天領派的時間呢 也沒有逼你一定要在哪個時間上限 你只要在每天的11點之前呢 把這個派領完就好了 180點體力 全部把它掃去拿克龍 180點就是36萬吧 OK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